MC话题是什么 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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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不告诉他 都别告诉他 就让他自己想 咋 刚才说两个人了 你还在这话 还在这问问问 我可能忘记了 这个MC话题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想要说的答案 因为他刚刚在说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 我这个MC的答案 是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远离孙瑞 你知道吗 我不需要你远离我 因为你每次犯错 我都会自己冲上来 哦对 我失落的时候 是吧 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一定要远离孙瑞 真的 哎 你每次 算了 但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 每一次 不是我的错 怎么不是你的错 每次 每次 不是你的错 你自己说 是不是有的时候 段奕玄这件事 是不是你干的 然后就不是 结果真的就不是 有很多这种时候 好不好 那你举个例子 太多了 太多了举不出来 那你说啥 我现在要录下来 你难过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吃瓜 对我们俩再说 看两个视作吵架太有意思了 我也没给人吵架 我就是跟他讲道理 该 我的MC话题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哎 你难过的时候就这样 我难过的时候真的 就是 就是难过的时候就是普通人嘛 看你难过的时候就在这 你怎么了怎么了 他真的是这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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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你有的时候说了他 还有的时候 肯定是你 肯定是你 我给你一点启发 你难过的时候 我抓你在干什么 我会干嘛 你在 你在 你在床上闷着 然后被闷着 然后告诉我 我特别难过 我记得了我记得 我们一起住的时候 对 有这种时候 对啊 当时在亲你的时候 真的 那你当时没罵我 我心里想是 该 开玩笑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